好多朋友都在说 现在疫情开放了 是不是没有这种好的物业 好的标的出售了 其实不然 其实普吉岛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一下 普吉岛你可以把它对标成三亚 或者是西双版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属于旅游房产 当旅游经济不行的时候 很多的标的是扛不住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大多数的收益来源都是靠旅游 所以说在这个投资和 不管是投资也好 还是自住也好 还是说大家对普吉岛的情怀也好 你都得先有一个前提 对吧 你的前提是要来这里做什么 首先第一个 如果我的前提是来这里度假养老 OK 那我肯定不用太去考虑 说我买的房子要涨多少倍 对不对 那只要我住着舒服 然后平时能够把生活费 或者是物业费能够carry掉 那就已经OK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来这里 如果是要创业会做什么的话 那你一定要分析整个普吉岛的一个 这几十年的一个运营的情况 那么在普吉岛呢 像遇到这种就旅游人数为零的这种情况下的话 是从来没有过的 因为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情况 全球旅游所有都停掉 那不光是普吉岛 所以像这种情况呢 还是非常非常少 但是光这一次情况 就能够让投入这么大的一个酒店扛不住 所以这个呢 你说是危机 它也是一个机会 对不对 就取决于你要怎么来运用好它 在国内你有自己的团队 你有自己的窗口 你有自己的客源 那像这种的话 对吧 能够以很低的价格拿下来 那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说你说我什么资源都没有 我只是想在这里捡个漏 能够让疫情开放以后 我能够犯几倍的去卖 这种的机会呢 其实也有 但是不多 而且风险也挺大的 所以说并不是说大叔拍什么 就想让大家买什么 那不是这么回事 大叔呢 只是想把普吉岛各行各业的 好的标的也好 一般的标的也好 能够客观的展示给大家 那么至于大家有多少的能力 或者是大家有多少的 自己的一些资源 来看待这些标的的话 这个都需要细下来的去评估它 所以说呢 也不要去盲目的去投入 也不用去盲目的去心性 只需要客观的去看待每一个事情 然后认真的去分析它 结合自己的情况 这个东西适不适合自己 就OK了 对不对 因为大叔展示的 也就是在普吉岛现有的这个状况 不光是说有好的豪宅 也有好的酒店 那么像这种 我们就按照今天的这个酒店来举例 比如说你在国内 是一个连锁酒店创业者 或者是开拓者 你在国内有着非常丰富的酒店管理经验 和稳定的客源 那么像这种酒店的话 你可以引流 对不对 因为它的所有的基础设施 全都是九成星 因为刚刚装修完 对不对 那么这个酒店可以做什么呢 第一个 我可以是不是可以改造成为游学 对吧 几十间房 可以够小孩在这里入住 那么超大的综合厅 可以在这里做一些活动 对吧 这是第一种 那么我在国内有一家主题连锁酒店 那么我想在普通机岛也开一家属于自己品牌的主题连锁酒店 那么就可以把它改为一个 对吧 低厅的主题酒店 那也可以的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要结合你在国内的资源和结合国内的一些对吧 把优势来做 而不是单单纯纯的看到哪说便宜或者哪说OK就盲目的进入 所以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也有自己有判断能力 OK 话不多说 那么今天呢 大叔就带大家参观完了这一套精品酒店占地1872个平方 OK 那么下一次呢 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 有什么想看的东西 都可以私信给大叔 大叔带大家看遍普及岛